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带来关注的是大武国主义习近平三度连任 而且他还在中共二十大上头强调说 不会放弃武统台湾 当然这样子的谈话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而美国总统拜登26号 他在白宫接见高级军事顾问的时候 他特别讲明说 美国并不会寻求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 拜登强调说美国将会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都持续发挥领导的作用 包括了现在俄乌交战 还有气候变迁跟印太地区的局势 而提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拜登也直言说 美国不会寻求跟大陆发生冲突 他更认为习近平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但是美国务卿布林肯 他美东时间26号再次表示说 北京政府现在决定不再接受台海的现状 他认为说北京现在是加强对台的施压 并且不排除动用武力来加速统一的时间表 但布林肯他也重申说 美国是不想要一场冷战 也不是要试图限制中国大陆 并且重申华府将会坚定捍卫利益 持续以这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歧见的认知 而且是这个月以来 布林肯他已经多次公开谈到 北京正在加速统一的进程 在中共二十大开幕期间 三天就已经提到两次了 而再次看到的是新任的英国首相苏纳克 他告诉内阁说原定10月30号出炉的 这个财政计划的声明 要延后到11月17号才会发布 因为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是相当的困难的 而针对这一些决定要进行资商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路透社现在报导说苏纳克在当地时间26号首度 是召集内阁 他会承诺纠正前首相特拉斯犯下的一系列的错误 要力保的是现在英国的经济稳定 苏纳克的首要任务是要背脱一份财政计划的声明 针对政府如何填补 高达400亿英镑 大约是台币一兆4600亿元这样子的预算缺口 要进行详细的说明 但是呢投资人似乎是不太担忧说这个声明延迟发布的状况 因为现在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上涨将近1% 而且延续了是近期的复苏的态势 而现在美国也持续加强他的武力的部分 就是美国的五角大厦就表示说 美国海军跟陆军周三的时候 是从维吉尼亚州这边来发射一枚火箭 而且成功的试射了十多个极因素的武器试验 目的是为了要协助进行新型的极因素武器的开发 紧因素的飞行器是要从大约是高层大气的火箭上头来发射 然后以超过5倍因素 大约是每个小时6200公里这样的速度飞向目标 美国跟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对手 都是在加速制造极因素武器这样的这一种新一代的武器 希望可以剥夺对手的反应时间 还有传统的反制的机制 而持续要来关注的就是G20的峰会 即将是要在11月的15号到16号 会在印尼的巴黎岛这边来登场 而随着日期现在进入了倒数 但外界也非常关注 到底会不会有拜席会呢 好 不过呢 其实白宫是有证实说会加强 跟这个北京方面来做出一些沟通跟协调 但是北京的部分是比较低调不愿意证实的 不过白宫仪先来证实说 拜登即将会跟英国的新任首相苏纳克 来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而对于拜席会到底会不会成真 现在美国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也强调说 美方将会保持领导人层面的沟通 强调白宫目前还在努力促成 而中共二十大在二十三号落幕 那么习近平也展开了第三个任期 目前的美方稍早 拜登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 英国诞生史上第一位印度裔首相苏纳克 白宫在第一时间发出贺电道贺 美国总统拜登则公开表示 苏纳克当选是个开创性里程碑 随后英美两国元首也进行了通话 根据路透社报道 内容聚焦 英美双边合作 以及美英澳同盟 如何反制中国大陆 在印太地区的恶意影响 此外白宫也证实 两人将于11月的印尼G20峰会 面对面会谈 至于届时能不能上演 全球瞩目的习拜会 同样也是关注焦点 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落幕 核心领导阶层打换血 习近平更是史无前例展开第三任期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竟表示 中共二十大高层人事安排 不会改变美方对中历程 没有多做回应 遭外界解读委 似乎是想避免在G20峰会前 发生不快 相当耐人寻味 而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则证实 白宫团队正在努力促成 美中领袖在G团体会面 强调美方将保持领导人层面的 沟通管道畅通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则回应 目前无可奉告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 在沙烏地投资会议上点出 地缘政治紧张 钱依法动全身 甚至比美国经济衰退 更加剧全球财经领袖担忧 记者蔡清晨报导 接下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 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